大家好,我是车轮 今天咱们看看女士一手车 这都成了老话题了 女士一手车 这个是绝对的女士一手车 看一下 这是一个13年12月份上牌的经典福克斯两箱的 这个车今天早上女车主开过来的说要卖 这个车呢 乍一看是板正真板正 但是是的确板正啊 这不是假话 这个车的这个公里数一看挺意外 看一下多少公里 两万五千公里啊 13年12月份上牌 到目前为止就算七年一年和三千公里 什么概念啊 启动启动 听听她的咆哮 发动机正常啊 声音质好听 看一下内饰的磨损 质板正 质新啊 基本上零磨损 开的不如放的多啊 这就是开的不如放的多 内饰不板正 没啥磨损 女士一手 绝对的错不了 地毯的都干干净净 像这个七年了 在一位女司机手里有点补漆 属于太正常了 没毛病的 这刮刮蹭蹭 谁都避免不了的 198 补漆 喷漆 整门喷 234 这块稍微有点腻子估计 看一下大顶 99.7 大顶是没动过的 115 没问题 机盖 274 机盖也喷了 估计是前头稍微动过 椰子板 147 这个 右后椰子板 190 喷漆 212 后盖也喷了 145 左后椰子板 没喷 107 左后门 没喷 176 左前门喷了 167 左前椰子板喷了 再看一下机盖 275 机盖是喷了 咱们打开看一下 先看一下机舱 整体的符合现在公里数的表现 2万公里 发动机还是特别新的 轻轻一层浮沉 属于正常的现象 整体都挺新的 咱们仔细看一下 大灯的话是拆过 因为这椰子板 机盖做过漆 机盖看看拆掉了没有 机盖做过漆 但是机盖是在上面做的 没有拆掉 螺丝 漆面都是均匀的 没动过的 也不是厚喷的 大灯是原车的 没动过 左边的大灯 左边大灯也是原车的 没有动过 这大灯经过了七年 原车的大灯 时间长了 曝晒 有点起皮 但是这个的话 轻微一打一熏 就恢复正常 所以说大灯的表现 是原车的表现 这边也轻微有点起皮 就这炸的 看到它这个机脚螺丝是有拧动过的 但是别的地方没动过 整体也没有渗油 没有漏油的现象 两万公里它不可能渗油 只有这个机脚这个颜色和其他的铝件颜色 不形成对比 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机脚垫是更换过的 整个机舱是没有问题的 任何问题都没有的 它这个机舱和前脸的这个框架也都没动过 只有机盖 前杠喷过漆 那么肯定是轻微跟别人轻过 或者怎么着的 肯定是轻微的轻 这只要测一下它前面的数值 364 371 测一下中间 37 应该喷了一层底漆 打了一层中途底漆 又喷了这个面漆 877 1.27 就在正中间这块 那么这车也就是除了大顶和左后门没有喷过 剩下 基本上全车都做了 做了一个圈漆 所以说除了大顶没刮着 剩下都是刮刮蹭蹭 但是没有大的事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台还是13年固托一原车的 四条都是原车的 没有更换过的 花纹 只有老话归裂 花纹是基本上没啥磨损的 伸得很 刚才咱们录试了一下 动力还是非常的好 1.8的排量匹配四速 手自一体变得香 动力非常猛 但是油耗稍微一点高 高也高不到哪去 1.8的排量 它总不能高成2.4的 对不对 就这样子 刚才咱们给车主谈了一下这个价钱 我给他出道是38000 然后他说他考虑一下 还没等回复呢 咱们今天就是给他做个保养 其他的不用弄 这车他说去年的时候 刚做的大保养 今年就开了3000公里 然后快过年了 所以说再给他保养一下 这车平均每年也就是 有的时候多 有的时候五六千 有的时候一两千公里每年 而且他打算要卖 要买个奔驰司马特 人家都是越换越大 他只越换越小 然后咱们这个女士说是 车小费用小 然后停车也方便 刮蹭还少 行 今天就这里 如果说他觉得这个价钱能接受的话 咱们连车带人一起拿下 不是 就只拿车 行 今儿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点关注 你们觉得这个车多少钱呢 目前是25000公里 13年的车 13年4月份的车 1.8 手自一体 全车没有事故 一达 进行 一辈子 一辈子